減重其實是一個長期的目標 所以原則上它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 因為我們不建議快就好 一般合理的減重目標大概一個禮拜 大概減大概0.5到1公斤 所以一個月大概減2到4公斤就差不多了 你減太快的話 有些像168或是生酮飲食那些 沒錯那你可以快速減下來 但是有時候減掉的都是一些 純肌肉組織 結果就是因為它快速減下來 但是飲食沒有改變過來 所以你因為那種飲食沒辦法持久 像那生酮飲食你怎麼可能三餐多喝油 它吃了一兩個月都燒不了 它就回來之後馬上就複胖 可是複胖長回來都是脂肪 所以變成反而是越雙滑 就變成所謂的泡服人 就是肌肉反而是越來越少 它看起來撞的都是油 所以原則上我們不會建立說 撿得越快就越有效 我們看這個 原則上我們門診大概會比較 反而是比較建立是一個均衡飲食的狀況 不管是哪個年齡層 營養均衡是最重要的 就是 就是